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气温是比较温暖 高温到华氏的80多度 可以说在下午的时候 应该就看到天气晴朗 太阳公公露出了脸 那么下一个冷风将是于下个星期三 到达休斯顿届时 气温将是在 应该是50度最低温 70度是最高温 那么关心一下大家所在密切注意 现在是二级飓风 已经进入了墨西哥领土 将在墨西哥 今年已经登陆了 好 我们关心一下这则社会新闻 警方表示 一名女子被尖刀刺死 这名行凶的凶贤 一名男子已经被警方逮捕 地点在Harris County的北边 靠近Clanbrook的地方 这是在Prison 4 Constable Office 就是警长办公室 他们说当时是 应该是家庭纠纷而造成的 这个暴力攻击事件 最后造成了命案 那么凶手在行凶之后 还开车逃跑 不过在离这个行凶地点 差不多20分钟的地方 被警方逮捕 好 另外 这是在发生于 休斯顿西南区 离中国城很近的 Beach 和West Belway的地方 警方表示 在一部车子之内呢 带着两名男子 和他们的母亲 以及这名 只有四个月大的小女婴 结果居然 在昨天下午的时候 发生了这个枪杀案 这名男子坐在驾驶位上 结果被人开枪 在车内中弹而死 不过好在另外的 他的母亲 还有他的小女婴 则是安然 现在警方还正在调查 到底是否行凶的人 和这名驾驶人 是认识的 好 另外这是在 Cypress Area 警方表示 这名四岁的小男孩 居然在昨天半夜 坠落在湖中 这个湖是在 7500 Coral Lake Drive 的地方 当把他救起的时候呢 现在生命垂危 正在急救当中 那么他是有 自闭症的孩子 不晓得是否 为什么半夜 会让他跑出来 可能是 家门没有锁好 所以说又是一个 可以预防 但是却发生的残局 休斯顿独立学区 放在选票上 希望选民通过的 school bond issue 就是能够借着选民通过 他们能够有 算是历史上最大的债券 能够帮助 HISD众多学校的更新 还有技术 还有他们的保安 争取更多的师资 结果呢 这个法案被选民 都以60%的否定票率呢 可以说是高度的否认 现在追究 为什么选民会否认 这一个债券的提议 第一个呢 是因为债券和花钱又有关系 现在普遍来说 过去这三四年 在休斯顿独立学区的住户们 他们都感觉到 通货膨胀的压力 还有经济前景呢 他们有点担心 如果再加上这个大花费 他们实在无法想象了 这个对他们的税收 和日后的经济前景 有什么样子负面的影响 第二个呢 还是归忠于 他们不信任 独立学区能够有效 或是能够信实的 来处理这么多钱 原因是因为之前的独立学区呢 也屡屡向选民要钱来 不仅是HISD 还有其他像是Fortbank County 一样屡屡次向选民 希望能够提高税率 或是增加债券的方式 来增加学校的开销 但是呢 似乎每年这个钱 总是好像不够 或是选民觉得 并没有得到很好的 在其他方面的使用 也就是一个信任的议题 所以选民并没有支持这个法案 好 我们看一下 在昨天下午三点钟 于Highway290的地方 这个大仓库起了大火 动用了至少一百多名消防队员 而这个熊熊大火呢 在好几英里之外就可以看到 那么现在火势当然已经被熄灭了 那么消防队火警 还没有公布起火的原因 好 那么在最后我们来关心一下 这次大选 川普总统顺利 可以不能说是连任第二任 而是回归第二任 那么来关心一下 在德州方面的选举的概况 这次Donald Trump在德州 赢得了56%的大众选票 和应该是民主党候选人 副总统贺锦丽的42%呢 是远远超过了14%以上 在2020年和川普自己当时的选票 曾经相比呢 他还比2020年表现更好 多了4个百分点 当时他只有52% 他第一次参选是2016年 那不用讲 这一次的表现呢 是在这三次他参加总统大学中 表现最棒的一次 另外来看一下 在休斯顿地区的三个大的county Harris Fortbank 和Mongomery County 那么不用说Mongomery County 是强烈的共和党支持者 他们以高百分点 72.28%的这个投票率啊 都投给了川普 在Fortbank County呢 投给川普的是48% 投给民主党贺锦丽的是49% 所以说中间差只有1%的差距 那么Harris County呢 投给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的是51% 投给川普的是47% 所以可以看到原本 尤其是Harris County 是非常多的民主党支持者 所居住的地方 到现在只有川普的共和党 只有差4% 所以说这是几乎可以 快要成为一个可以摇摆的郡线了 那么Fortbank County更不用讲 只差1% 确实是一个摇摆郡线 那么2020年的时候 当时在Harris County呢 川普和拜登的差距是13% 今年只降到1% 所以说应该讲让 在Harris County的民主党非常的忧心 而这一次归中就底啊 为什么Harris County有这么大的翻转 就是因为拉丁美裔呢 现在大量投票给川普 当然黑人也是如此 而在Fortbank County是许多的亚裔 今年也是反转啊 应该算是完全的一改过去呢 现在Fortbank County可以快要成为 共和党的郡线了 那么来看到底德州有哪些郡线是 还是非常的蓝 在2020年的时候 投给民主党的这些郡线 像是Zavela Demit Web Brooks Jim Hawks Hedago Kameron Kamron Wallis Maverick Star Duel 总共有11个County 应该比较靠边界的 都是强烈的蓝党或是民主党 但是这11个County呢 在今年2024大选当中 只剩下4个是由民主党控制 就是Zavela Demit Brooks 和Jim Hawks 另外7个郡线完全变成共和党控制 而尤其我们刚才讲到一个Star 郡线 这个更是创新了 因为自1896年 就从来没有共和党赢过这一个郡线 而今年是由共和党完全的翻红 好的 亲爱听众朋友 谢谢您收听美军为您翻译编辑播报 德州以及Houston Filmian的新闻 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五 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